关注小白测评B站频道 查看动态抽奖 正在抽送一台三星27寸取评显示器 放不下 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就没有很多地方放 有点地方 比较懒 桌面本身就小 是不是有个锤子科技出的这东西 一两千就够了 可能一千以内吧 一千五左右吧 说 两千左右吧 两千左右 三千了吧 一千到两千吧 一千 一千五左右的 四千左右吧 和他差不多吧 一千块钱左右 一千块钱左右吧 洗评器 一千以下吧 一千左右吧 三千到五千也可以接受 就两三千三四千差不多那样 就四五百块钱啊 新的二手的都无所谓啊 一千五以内吧 两千以内 一两千吧 这是一个信息交互的时代 我们之所以越来离不开手机 电脑网络 是因为这些东西 已经成为组成连接这个世界 几乎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获取 或者创造信息 手机屏幕的尺寸 从功能级10台的2.4寸 到目前普遍的6寸加 甚至2K屏的演变 就是在这个信息流 越来越密集的当下 急需提升获取信息效率的 一个必然结果 在L设备能够一甲乱针 成为必需品之前 屏幕是我们交流信息的主要媒介 所以屏幕的尺寸大小 显示效果 色彩还原 对眼睛是否友好 等等等等 都决定了我们使用 这个网络世界的体验如何 但这期视频我们要聊的 并不是手机屏幕 而是想要聊一聊 同样在一直突破发展 生机改变的独立显示器 很多人似乎并不觉得 独立显示器很重要 觉得笔记本已经够用了 在我们的调研之中 有非常明确的反馈 但是这期视频我们想告诉你 在你的装备清单之中 有一台独立的显示器 是非常重要的 这期视频我们并不是要做 显示器的大空屏 而是要传递一种 我们认为不错的生活方式 实用且不贵 记得三连本视频 感谢感谢 谁说买二手机没有保障 来小白油品 三天不留退货 180天保修 有手机有电脑 还有各类品质 二手3C 数码监货 小程序搜索 小白油品 或扫码即可上车 有旧手机 也可以交给我们高价回收 第一个我们要说的 就是很多小伙伴 应该都想到的 游戏影音的升级 如果你是一个 即将迈入大学的 经济学者 抑或是已经 大二大三的学长学姐们 那么属于你们自己的电脑 很大概率 就是一台笔记本 但是就像我们开头 在学员内街坊的一样 大多数人并没有 配备独立的显示器 多数新生入学的装备清单中 也少有显示器这个装备 而我们推荐独立显示器的 第一个原因 就是以不贵的价格 可以带来巨大的 视觉体验提升 就像是3.5寸的iPhone 4 更换到6.5寸的iPhone XS Max一样 笔记本受限于体积 本身的屏幕尺寸 多数都在15.6寸以内 尺寸的限制 也牵制了笔记本屏幕的显示 虽然现在都基本摆脱了 1366×768的分辨率 上升到1080p的时候 但是15.6寸也很难 1比1的使用1080p的屏幕 因为内容太小 不得不改变缩放比例 1080p的实际显示内容 并没有超越当初的768太多 而如果你的寝室 有一台哪怕入门级别的 23.8寸的显示器 那么不言而喻 这个体验是质的改变 更大的屏幕 让分辨率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体验自然会升级不少 无论是电竞游戏 你还在使用笔记本自带的屏幕 打游戏吗 你还在因为小屏打游戏不爽 而接连失误吗 快来使用巨龙牌 去面显示器 大屏幕 大视野 让你成为国服第三不是梦 还在等什么 快来抢购吧 抢购地址 暂时保密 订购电话 无可奉管 公司地址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还是观影追翻 你还在因为屏幕太小 只能独自欣赏电影吗 你还在因为害怕 而不敢独自划扣鬼片吗 快更换巨龙牌的待遇显示器 更大的屏幕 更大的画面 更大的 反正就是大 让你不再独自一人观赏电影 一个人看鬼片怕 一群人看鬼片 该怕 还是怕 相比说在笔本电脑前 使用大屏 扮椅靠在椅子上的体验 相信不用多说 小伙伴们肯定都有感受过 假如你今年入学 大一购入一台千元入门的显示器 四年相当于每年才200多的投入 毕业没准你还能给卖了 这一千多相当于四年的体验提升 还是相当划算的 很多内容创作的工作者们 大多数都喜欢大屏 甚至是双屏使用 因为更大的屏幕显示面积 扩大了视野范围 也增加了显示内容 对于提升效率 有着实打实的帮助 大屏带来的工作学习效率提升 也是我们推荐外界独立显示器 最重要的原因 一边搜索资料 一边编辑码字 又或是一边看教程 一边同步上手 这种多线程多任务处理的方式 避免了需要频繁切换窗口的麻烦 节约了时间 也避免了导致思绪和注意力 被打断的问题 同时我们还可以解锁一些应用的特殊模式 比如PS和FCPX的监视模式 就能把背景显示器变成监视器 在笔记本上编辑 在显示器上实时预览效果 而如果你是一位影视后期 动画制作相关专业的同学 或者自己喜欢制作视频 经常拍一些东西 自己剪辑Vlog 想要成为王老菊 老番茄 爱德蒙 奥厂长 这样知名娱乐up主 亦或是野则汤郎 伊丽莎白鼠 放假军 小可 A路人等等 鬼畜up大佬 相信我 大屏剪视频 绝对会是你的一大助力 原来不说 我们工作室 都是笔记本加显示器的配置 毕竟在视频剪辑的过程中 剪辑与回放 合成与挑选素材 经常需要同时进行 所以在大多数影视后期工作者的装面上 你会看到两台 甚至更多台显示器的组合使用 一台笔记本加显示器 就搭建了最简单实用的双屏环境 除了增强体验 尺寸限制的原因 如果你没有使用外接键盘 那么为了方便打字 笔记本必然不能电得很高 显示器也很难和视线齐平 需要低着头看 最终你即便接了键盘 很大程度上 也是缩在笔记本前面 进行日常的学习娱乐 再加上经常刷手机 每天低头的时间就会很长 经常低头的危害 也算是老生常谈了 除了驼背肩痛颈椎病 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也是拜低头所赐 长期的服按者 手机的低头足 长期时间保持固定不变的姿势 使颈椎肌肉韧带疲劳 就会导致颈椎病的发生 就像是丁香元描述的 当一个人正常平视的时候 脖子只需要承担头部的重量 大约4-5公斤 当然我这种大头另算 那也是很轻松的 但是低头的瞬间 变身杂技演员 低头15度的时候 颈椎就会承受约12公斤的压力 30度的时候 就已经到18斤的压力了 如果低头60度 就相当于在脖子上 挂了一个小孩子了 时间一长 没点什么脖子痛肩膀痛各种痛才不正常 这个时候 外界读的显示器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部分显示器支持调节高度 可以调到自己平视的位置 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服按低头族 即便是显示器不支持 也可以通过购买便宜的显示器底座 解决这一问题 而且还可以增加收纳面积 用来放置键盘鼠标 淘宝选购的话 13块钱还包邮即可搞定 13块钱你都不想花的话 大学期间总有几本不用的书吧 用来垫高显示器再好不过了 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养成良好的坐姿和习惯 未来你的脖子一定会感谢你的 光说不练假把式 搞得和恰犯视频式的 安利丸笔记本要配独立显示器之后 我们也必须给你负责的测评一下 当下热门款式的显示器 我们根据街坊 学生党 毕业党 普遍容易接受的价格 也就是1500元以内的入门级别 我们购买了某东最为畅销的 三台不同尺寸 不同比例的显示器进行测评 分别是23.8英寸的代儿PR4-19H 29寸21-9代余屏的LG-29WK-600 和27寸大屏曲面的三星C27-F39-TF-HC 之所以挑选这三款显示器 是因为分别代表了27寸曲面大屏体验 21-9剪辑神器 以及23.8英寸的最强适应性 具体参数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大家可以对比视频里展示的 这张详细参数表格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京东10万好评的 27英寸的三星曲面屏 它只卖1199 首先就是观感 白色的面板和脚后的边框 让这款三星屏少了一点精致的感觉 当然这是有黑色款的 稍微欠缺一点我们预料中 曲面加大屏的世界冲击力 而实际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也和我们的预期有所出入 主要原因就是1080P的分别率 对于27寸的显示屏 1080P的分别率确实有些不够 实际观感上有满屏大国力的感觉 如果想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需要和显示器保持足够的观看距离 至少65厘米以上 再加上原本占地面积就不小的底座 对于寸土寸金的寝室桌子 三星这款屏幕确实有点大 同时这款显示器的底座 也不吃高度调节 只支持抚养角调节 不过在专业参数方面 这款屏幕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支持98.5%的sRGB色域 色准表现也很出色 平均DiotaE1.67 最高3.51 对于普通用户而言 已经看不出什么色彩差异了 回接表现也很不错 达到了2.16 平均回接偏离 只有DiotaE1.07 不懂参数没关系 你只需要知道 回接越接近2.2越好 偏离值越低越好 唯一的遗憾就是 亮度均匀性上表现稍弱 同屏下最大量的出来 达到了51尼特 不过考虑到这么大的屏幕 有如此表现也在情理之中 这款27英寸的三星屏幕屏 在硬件实力上 让我们有些出乎意料 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好 1199的售价 综合来看 大屏加曲面和出色的硬件实力 三星这款显示器 确实还算不错 如果你寝室的桌子空间足够 可以考虑一下 在前几年 21比9的待遇屏 售价都普遍偏高 现在价格已经下来了 那么这款21比9的LG待遇屏 表现又怎么样呢 1499的售价 对于视频制作 或者电影爱好者 很有优惑力 可以满屏播放21比9电影 典型的就是用了回不去 首先还是观感 屏幕的视觉冲击力 还是非常明显的 尤其是之前也没有体验过 21比9宽屏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实际使用上表现很不错 2560x1080的分辨率 并没有非常明显的颗粒感 雾面屏也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炫光的问题 同时除了影音体验出色之外 对于英星联盟这类mobile游戏来说 宽屏也能提供更大的视野 能够让玩家尽早发现情况 及时做出反应 在实际对撰中帮助绝对不小 对于剪片修片 宽屏不用说了 有着不小的提升 同时这款屏幕还自带了 一个3瓦的音箱 算是一个加分项 稍显遗憾的是 这款显示器并不支持高度调节 专业参数方面 RG这款入门待遇屏 支持99.6%的sRGB 色准表现也要好于预期 平均DOTE2.84 最高5.22 DOTE值在6.5以内 普通用户看不出色彩差 也表现很不错 灰界表现和三星稍有差距 伽玛达到了2.23 平均灰界偏离只有DOTE3.4 亮度均律性上 最大亮度差31L 作为29寸的待遇屏 这个表现可以说很不错了 1499的售价 综合来看 RG的这款屏幕 在这个价位段表现还是OK的 如果你的空间足够 是因为视频影音方面 比较看重的用户 我们觉得还是值得试一试的 最后是这台 23.8寸的戴尔直屏显示器 跟三星的27寸曲面屏 售价一样 都是1199 这款显示器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就是精致 我想这可能也是 它相比之下要贵一些的原因 虽然设计上 有着非常强烈的商务器 但是细节的处理上 有着出色的腰线设计 品质感都要明显强于其他产品 并且窄边框的设计 对于观感有着不错的加乘 视觉冲击力还是有的 并且它也是三款中 唯一支持高度调节的显示器 你甚至可以竖屏来使用 同时这款显示器还支持USB扩展 可以扩展出两个USB2.0和3.0接口 遗憾的是 戴尔并没有附送最为普遍的HDMI线 而是DP线 考虑到大多数笔记本 并不支持DP接口 这个方面用户还要独立支出费用 在专业测评之前 我们本以为戴尔的这款 应该是综合实力最强的 但在专业参数上 戴尔却是管节不保 首先在色域方面 戴尔支持94.8%的sRGB 三台中表现最差 不过还能接受 但是在色准方面 平均戴尔的3.89 最高7.11表现较差 戴尔它一直大于6.5 普通人眼下 就可以看出其一部分色彩差异了 亮度均匀性上 由于尺寸较小的原因 戴尔表现最佳 同频下最大亮度差只有26nit 综合来看 戴尔的这款入门显示器 专业参数方面削弱 但是在其他方面表现不错 考虑到普通用户 其实用不到 特别专业的色准表现 以及大多数人 还是会根据自己的喜好 修改色彩显示和色温等等 如果你的寝室空间较小 戴尔的这款值得考虑 这三台显示器 售价均在1500元以内 如果你的预算有限 其实千元内也有不错的选择 OK 三台显示器我们测评完毕 再说一次 我们并非是要大横屏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进行购买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本期视频 小伙伴们应该看到了 其实和我们以往的测评 并不太一样 是我们尝试的一种新的形式吧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其实除了传统的测评之外 我们更多的想传递一种 我们理解的一种 不错的生活方式 或者说生活理念 这期视频的选题由来 其实我自己 就是独立显示器的受益人之一 小白测评这个频道 在上大学最初 能够保持稳定的更新 我当年那些显示器 真的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我就想 如果大一的时候 我就有一台独立显示器 那我真的可以做更多的内容 独立显示器带来的体验升级 效率提升 健康方面的考量 都有着对你不小的帮助 你的时间和健康 远比你想象更值钱 而且一台独立显示器 在现在来说 也真的并不贵 其实还有一个方面 会和大家想象的有所区别 就是很多人担心 独立显示器 会占用很大的桌面空间 尤其是寝室比较小的情况下 但其实 它甚至可以节运一个空间 笔记本放在桌上 如果外加键盘和鼠标 就几乎把常用的范围 全都占完了 但如果外加显示器 如果你不用双屏的时候 其实这个笔记本 是可以树立摆放在一边的 这样的桌面空间 其实就变大了 最后的最后 我们也再提醒一下小伙伴 无论你是否配备了独立的显示器 都应该更加爱护自己的身体 不要长时间的供腰 坐在电脑前学习或者游戏 尽可能的不要浮按太久 低头太久 健康肯定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这期视频是我们正在尝试的 一个新的测评形式 绝对是从实际用户出发 因为我自己就是那个实际用户了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三连本视频 感谢感谢 除了视频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 每日新鲜资讯 每日语音 每天我在那语音和你聊科技 赶紧扫码关注即可 我们的小白日评商城 三天五流退货 180天保修 我们的数据库 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进行查看 对我们的视频 有什么建议之一提问 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小白测评 B站小白测评 与我们互动即可 OK 不合完整体验 小白测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其实在刚才的健康环节 还有一个想聊的 肯定有很多小伙伴 在各种各样的视频中 已经发现了 我是比较含胸 驼背的一个人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长期的服按 低着做视频 一个原因 这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后遗症 现在想要绑过来的话 就是纠正过来的话 是比较难的 所以我觉得独立建设器 如果你是笔记本党的话 是有必要的 好了 就到这 拜拜